大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税务会计上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田立珠 今天非常高兴地 再度邀请到 为吉敏卫会计师到现场 田奖师你好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要为同学所受课的内容 是第八奖 营业税申报 那奔奖次要为同学介绍到四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要来说明到 因奥税管的一个申报方法 以及第二部分 来说明到申报的时候 必须要准备哪些的文件 第三个 要来说明到申报书 是如何来书写来听写的 以及第四个部分 缴奥税管的方法 那我们首先要来说明到报税的方法 它有分为三种 第一种申报的方法是传统申报 第二种申报的方法是媒体申报 第三种申报的方法是网络申报 那什么叫做传统申报呢 指的是纳税义务人 他必须要携带着下面的资料 到国税局来申报 那纳税义务人必须要携带着哪些的资料呢 第一个 他必须要携带着统一号票的明细表 那这个明细表有分为204的明细表 以及304的明细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统一花票的一个格式如下 这个是204的统一花票的格式 第二个 那是医务人必须要携带的是 镜像凭证的封面 镜像凭证指的是可以扣底的镜像凭证 那这个明细必须要把它装成尺 那如何来装呢 我们按照金额500元以上的 我们的封面是彩白色来装成一侧 那一侧有100张 那它的编号是从00到99 那500元以下的 我们是以蓝色为封面来装成一侧 那一侧也是100张 它的编号是从00到99 那这个是对于镜像凭证的部分 再过来我们纳税医务人 必须要携带的是假款书 那如图首饰 此外营业税 携带的是用于 本身营业的一个申请书 看本身所营业的 它是适用于401的申报书 在401的一个格式如图首饰 或者它首饰用的是403的申报书 就如图首饰 或者是说 营业人他适用于404的一个申请书 那如图首饰 那细带这些的资料自行到国税局来办理申报 那以上是对于传统申报的说明 再过来来说明到的申报方法的第二种媒体申报 那媒体申报指的是纳税医务人将所有的销售花票 与可扣底的经销发票的一个自贵号码金额以及 税额和对方的一个统编资料来自行 进入或者输入电脑营业税申报的媒体档上 然后将它这个资料来转档到池片里面 另外我们在自行列印媒体档案的递送单 以及税额的申报书 然后再来填写缴款书 缴完了税款以后 我们连同上面所讲的递送单 词片或者是申请书 来送到首属的国税局来申请申报了 那以上是对于媒体申报的说明 再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第三种申报方法 网络申报 那网络申报指的是将要申报的一个销售花票 与进或可扣底的花票的一个字机号码 金额 税额以及对方的统一编号等资料 全部来进入电脑的营业税申报媒体档上 那这里的网络申报与刚才我所说明的 媒体申报的一个程序是一样的 在接下来是他们最大的不同 是在于网络申报是将 可以将这些的资料 在家里把销售花票的资料 以及镜像花票的资料来利用电脑网络上 来传到国税局 然后等到国税局收到以后 国税局就会回传了收件来完成了编号 那么营业人收到这个编号 就算是完成报税的一个动作了 然后营业人在自行来开立缴款单 到金融机关或者是融会来缴报就可以了 那以上是针对于申报方法的三种方式的说明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为会计师 对于网络申报的一个流程是如何呢 是的 好 谢谢 接着我来概述一下 在网络申报营业税上的一个申报流程 我们来看到这一个申报流程图 这个是从财政部的网站下载 营业税申报建档跟审核软体 第一个你下载之后 要先进行基本资料的建档 包括营业人的基本资料 那企业如果是委外来申报营业税 则必须要另外登录代理人的一个基本资料 接着来进行步骤二 将进销项的资料登录 如果有零税率的资料 则要进行步骤三 零税率资料的登录 到此进销项资料就算完全登录完毕 接着来进行步骤四 资料转出的动作 转出之后再进行步骤五 进销项资料的一个审核 以及零税率清单的审核 整个审核完成之后 则进行步骤七 申报书的登录动作 假设他是有采 直接扣底法制兼引营业人的话 则必须要进行步骤八 他的副表登录 自此申报书作业完成之后 就进行步骤九 申报书作业的一个转档 转完档之后 同样要进行审核 以及步骤十一的一个 相互勾计审核作业 如果在审核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错误 比如说自轨登录错误 或者税额比例一场 就会产生所谓的一场清单 这个时候就必须根据一场清单 去做一个更正 重新检视的动作 来离正你的错误 然后待一切审核无误之后 假设你是需要缴纳营业税 则进行步骤十二 缴税方式的登录 那目前国税局 亦提供多元的缴税方式 例如信用卡 或者资格印制税单之类的 那在线上缴完税 或者你无需缴税 或者是说你自行到金融机构去缴税 缴完之后就进行申报上传的动作 申报完成 它就会有一个完成的一个 收件档的资料 可供列印存底 那以上就是简单的一个 营业税网络申报的一个流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请为会计师 来为我们继续说明 好 我们再请一位会计师 来为我们继续说明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财政部所提供的一个 审核软体的图示 因为现今电脑化的普及 企业不论它是委外申报或自行申报 大部分今会去购置税务的一个申报软体 那在此情况之下 企业仅需要依据上列审核软体的图示 步骤一到步骤六 把它整个完成之后 审核无误即可做一个网络上传的一个动作 那上传完毕 就只要去列印一个申报书 以及税单即可完成此次的营业税申报 简便了许多 谢谢 好 谢谢魏会计师 那再过来我们要进行的另外一个重点是 应具备的文件 也就是营业人在申报 此必须要准备哪些的文件呢 我们针对三个部分来做说明 第一个是网络的申报 应该携带哪些的文件 那第二个针对媒体申报 它需要准备哪些的文件 以及第三种传统申报 它必须要准备哪些的文件 那这个部分我们请魏会计师针对实务上 我们那些义务人 他必须要准备哪些的一个单据 好的 谢谢 首先我们来看到 在网络申报状况之下 营业税申报应该要减复哪些资料 第一个 营业人申报适用零税率销售额清单及证明文件 但是它如果是经海关出口的话则不用付 第二 坚营营业人营业税额调整计算表 或坚营营业人申请核准采用直接扣底法 营业税额调整计算表 第三 营业开立的代收转付收据的明细表 第四 空白未使用的收银机统一发票 第五 作废及空白未使用之统一发票制轨及号码资料 但是如果在网络网络传输的档案里面 你已经注明的话就不用减复 第六 其他依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相关规定 应减复的文件 在实务上部分因减复的资料 会因为所属各区的国税局分局 或者基金所的承办人员而有些许的不同 例如假如当期有申报购置固定资产的话 因为固定资产它本身是可以退税 所以它会除了要减复固定资产的一个清单 还有发票以外 有些承办人员会要求减复 购置该固定资产的一个资金证明 网路申报营业税是目前最便捷的一种方式 因为在目前网路非常盛行的年代 网路申报营业税它正普遍而广泛的被采用 接着我们来看到 假设在媒体申报之下它所应该具备的一些资料 第一个当期或者当月进销项资料或营业人销售额与税额的申报书 直接扣理法相关附表以及零税率销售额清单电池记录媒体 二 营业人销售额与税额申报书及直接扣理法相关附表 第四 缴缴书申报连或者网记网路缴税完成的缴税交易资料 第五 镜像营业资料但经核准镜像资料用电池记录媒体申报者 则不用付 第六 销像营业资料但经核准销像资料以电池记录媒体申报者免付 第七 空白未使用之收银及统一发票 八 作废及空白未使用之统一发票置轨及号码资料 但于电池记录媒体档案内著名者免付 九 营业人媒体档案递送单143年 十 其他依照营业税法相关规定因减付的文件 所以由以上可以得知 申报营业税的媒体申报 它可以细分为三种方式 第一个是镜像媒体 销像采手工 第二 镜像手工 销像采用媒体 以及镜销像接采用媒体申报等三种方式 谢谢 好 谢谢一位会计师 针对网络申报以及媒体申报 它应该要附近的资料来做一个 这样子一个详细的说明 接着就由我来跟同学来报告的是传统申报 那传统申报必须要减付有下面几个文件 第一个必须要减付书写统一花票的明细表 第二个必须要减付营业税的缴款书 第三个必须要减付营业税的申报书 第四个必须要减付镜像评证 那镜像评证它可以分为可扣底镜像评证 以及不可扣底的镜像评证 那不可扣底的镜像评证它是不需要做申报的 那么我在针对可扣底镜像评证来做个说明 那可扣底的镜像评证它可以来区分为三联市的花票 以及载有税额以及其他的凭证 然后再针对这个部分来分别归类镜像 及费用或者像固定的资产 然后再根据这三项以金额来区分为500元以下 以及500元以上的 那500元以下它必须要以蓝色方面来专定成册的 那500元以上它必须要以白色的封面来装定成册的 那这个是针对于传统申报它所要准备的资料 那除此之外在实物上还有一些在传统申报必须要准备的资料 那这个部分我们来请教卫会计师 好的 谢谢 谢谢田讲师 在传统申报上它必须要减负的资料相当的多 我们来看到底下 第一个它必须要减负营业税的一个缴款书 二 统一发票明细表 三 你必须要退抵税款及其他的有关文件 第一 宅有营业税额之统一发票扣底廉 二 宅有营业税额之海关代征营业税额奖纳政扣底廉 三 宅有营业人统一编号之收银机统一发票收职廉 四 宅有营业人统一编号及税额之其他凭证扣底廉 五 免税区厂商所提供之适用零税率进向凭证明细表 六 销或退委进或退出责案证明单 七 固定资产退税清单 八 适用零税率之证明文件 九 其他依照营业税法相关规定因减负的文件 那此传统申报的方式又称之为手工申报 属于最复杂而且最麻烦的申报方式 除了各类别凭证要按月整理编号专定程测之外 还要必须要在申报期限内 亲自将上述所提的这些资料 减负的资料送交所辖国税局金融所 才完成当期的营业税申报 谢谢 好 谢谢魏会计师 针对我们传统申报的一个 深度的详细的一个说明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请魏会计师来针对我们申报书 如何来书写 接下来我们要请魏会计师来举个例子 然后从例子来告诉同学如何来书写申报书 这部分来请教魏会计师 好的 谢谢 那关于申报书的一个书写上 我们来看到它是一个三连式的肖像统一发票明细表 基本上这张统一发票明细表 它是企业将因申报月份内所开立的一个肖像发票 做一个汇整来显示在这张明细表上 以便它一目了然之用 那重点是在于说买售人的一个统一编号必须要填写 而买售人的名称则是选把它省略掉 接着就是在课税别的地方 包括印税 零税以及免税 必须在择一来做一个注记 那另外我们看到洪框框的一个地方标注 就是针对这一起的一个销售人的部分 必须在洪框框这个地方做一个汇整 显示出本表以及本期的一个合计的一个状况 那接着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示例 来说明营业税申报书如何来填写的一个过程 我们看到加值型营业税的营业人 在每期办理营业税申报时 应该填写专供印税营业人使用 之销售额与税额申报书 也就是所谓的401申报书 那范例如下 台中公司在民国97年1至2月份发生 营业税相关的交易如下 开例三连市销项统一发票100份 合计印税销售额600万元 税额30万元 开例二连市统一发票120份 合计印税金额210万 经海关出口之零税率销售额300万元 本期发生销货退回及责让即30万元 税额15000元 进项的部分 三连市统一发票扣底年当中 属于进货及费用合计金额500万元 税额25万元 二连市收银机发票的进货及费用 合计金额5万2000元 进项税额2600元 上期进货与本期发生退出即责让10万元 税额5000元 同一发票扣底年中取得固定资产 合计金额100万元 税额5万 取得固定资产已由海关代征营业税额 金额为40万元 税额2万元 上期累计留底税额37400元 那以上就是这一期台中公司 1、2月份所发生的一个 进销项的一个交易资料 那我们就逐项根据这些 进销项交易资料来填写底下 97年1至2月的401申报书 第一个 它开立三连市统一发票 100份 那销售额600万 我们就把销售额600万 记载在三连市发票这里 税额30万 第二个就是开立二连市统一发票 金额210万 那因为二连市统一发票 它的税额本身是内涵 所以必须要把210万倒推 出1.05回去 求出它的销售额是200万 把这200万销售额写在代号9这个栏位 那它的税额就是10万 写在代号10这个栏位 接着看金海关出口的部分的零税率 零税率销售额 它这里有分为非金海关出口 以及金海关出口的部分 那我们就把这300万的部分 写在代号15里面 就金海关出口的部分 免减负证明文件 再来本期发生销后退回急责案 金额30万 税额1万5 必须把它填入代号17 金额30万 税额1万5 接着就把整个销售额的部分 做一个合计 770万 税额38万5千 那销售额总计的部分 则必须要再把属于零税率的部分 300万加进来 所以总共销售额总计是 1070万 这是整个销项的部分的一个填写 那至于净项的部分的话 三联市统一发票 属于净货及费用的部分 金额500万 写到栏位28这个地方 它区分成净货及费用 以及固定资产两大类 那固定资产的部分 我们看到本期发生的部分 有100万 税额5万 所以同样的 把这100万的部分写在 代号30这个栏位 税额5万 也同时记载进来 那至于 二联市收银机发票的部分的话 它的销售额是52万 就记载在 三联市收银机发票扣底链 栏位32这个代号 税额2600 那同时 它一二月发生了一个海关 代升营业税的部分 有 属于固定资产的部分 有40万 税额2万 把它写在代号80 这个栏位里面 另外一个重点是说 它本期有发生 销货退回期责量10万 税额5000 写在代号40这个栏位 那这里要附加一提的是说 对于进货及责让 这个凭证 它很特别 它不能够跨期申报 比如说 一二月的进货责案单 就必须在一二月 这一期来提出申报 那如果说你预期了到三四月才提出申报 那这一部分是会有罚者的 那反之 销货呢 销货责案单 它是允许跨一起来申报 一二月 它可以递延到三四月 但是进货的责案单是不行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到401申报书的部分 进货的部分 整个合计 它的一个进货集费用是 495万2000元 税额是 税额的部分就必须要区分成 进货集费用 以及固定资产 总合计为 31万7600 然后看到右边税额计算的 这一个栏位 本期的销项税额合计 是38万5000 德扣底进货税额的部分 31万7600 然后上一期有一个累积流理税额 37400 你就必须要把本期的进货 加上上一期累积的流理税额 合计之后 写在代号110 这个栏位 总计35万5000 代表你本期一二月 可以扣底的一个进货税额的 一个总合计数 35万5000再去跟你的一个 消货税额的一个合计数 38万5000做比较 结果是消货税额大于你的一个 可扣底的进货税额的合计数 大于3万块 那就变成说 本期的因死角税额 3万 必须要填写在代号111 这一个栏位里面 那这里要注意的是说 得退现额合计22万怎么来 因为政府它鼓励外销出口 所以外销的部分 它是允许5%的退税 那我们本期有300万的外销 那乘以5%是 金额是15万 再加上我们有购置固定资产 海关代征营业税这部分 有一个2万块的部分 再来有一个固定资产 三联式统一发票 5万块 所以整个加起来之后 15万加2万 再加5万块的一个税额 合计就是22万 就是代表本期 你可以退税的一个限额合计 但是因为我们本期 合计下来是因死角3万块 所以虽然你可以退税 限额是22万 但是事实上并不会有 所谓的因退税额产生 那反之如果今天是 你的一个可扣体金额税额的 合计数大于所谓的 交样税额的话 那就可以在得退限额 22万里面的一个金额内 产生一个所谓的 因退税的一个金额 那以上就是这个事例的一个 销售税额申报书的一个 填写的一个翻例 谢谢 好 谢谢魏会计师 详细地为我们来说明 申报书在实物上 我们是如何来填写的 那再过来我们来进行的是 最后一个重点 缴纳方式 那么营业人他如何来缴纳呢 我们可以使用现金缴纳 也可以来采用金融卡来缴纳 也可以采用信用卡来缴纳 那现金的缴纳的方式 我们可以分为金融机构来缴税 以及便利商店来缴税 那对金融卡的缴税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透过网级网络的一个扩款转账来缴税 对这块同学要特别注意的 那有的纳税义务人他没有采取网级网络的一个申报方式 而采用网级网络的缴税方式 这个是针对于金融卡缴纳的一个方式 就说明再来 营业人他缴纳的第三种方式 是信用卡的缴税方式 他指的是针对独资合伙 指资之营业人 那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用信用卡来缴税的话 仅限于独资合伙的营业人的负责任 才可以采用信用卡来缴纳 那我们非常感谢 魏会计师能到这里 与同学来共同来分享来学习 谢谢同学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